成功膝关节致患手术 需要消骨矫正 术后产生的巨大疼痛 最令患者害怕 也是造成拒绝手术的重要原因 直到六年前 骨科医师杨昌珍 开始采用止痛肌尾酒疗法 并经历两年的研究 终于成功为接受人工膝关节致患的患者 解决手术后的疼痛问题 描述病人的生命象征的时候 常常以体温 心跳 血压跟呼吸 速率 来去描述病人的四项的 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现象 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把疼痛 疼痛指数也把它列入 我们病人的第五的生命现象 因为它关系着这个病人 愿不愿意去动 愿不愿意去做更多的事情 或是做更多的治疗 止痛肌尾酒疗法是以多种止痛药 麻醉药与止血药 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调制而成的止痛剂 医师在完成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后 将止痛肌尾酒调剂直接注入关节周边 再进行伤口缝合 所以在早期没有做这些 所谓的肌尾酒的疗法之前 我们的病人大概都等到第三天才开始做 出院的时候大概能够到90度左右 100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现在所有的病人在第一天 就全部加码到120 对 反正你能够动多少就尽量动 因为它不太会痛 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的 出院标准评估之一 是换膝能弯曲至角度大于90度 需练习5到7天才能达成 但采用止痛肌尾酒疗法 不仅无需去痛过床三天 手术后4小时能轻松下床 练习走路与复健 第二天就能出院 伤口第一个变得比以前比较小 那最重要的是里面的韧带 能够不破坏 我们尽可能地把它保留住 这些微疮手术的病人 大概术后的第二周到第四周 比以前恢复快很多 所以除了前面的止痛药 发挥效果以外 这些病人他们的韧带保留得很好 所以他们在恢复的速度 也会比以前快很多 止痛肌尾酒疗法不仅减少疼痛 也减少卧床产生的并发症与肌肉破坏 能使患者接受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后 当天就可以开始复健 重启行动力 打造医疗